世代的團塊 很喜歡在冬天的時候 就沉溺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不願意出來 所以 我們想要在冬天的時候 弄個冬紀念歌 叫大家出來 我不希望你們每一年的生命 每個冬天過後 都只是徒生傷悲而已 不管是體重上的 還是經營上的 所以 所以才想要集合大家 那 有的時候 然後 像這個歲末年中的時候 就是會突然的感傷一下 想一想 我過去這一年 怎麼樣呢 那我來年有什麼新計劃呢 好啦 我就覺得說 哇 就是 已經不是那種小朋友的年紀了 所以 我覺得那種 嗯 怎麼講 花很多時間在感傷的這個部分啊 留在年輕的時候 浪費生命 浪費時間的時候 你要這樣子 去做是可以的 但是我現在突然覺得 我不希望到了我五六十歲的時候 我回頭看我整個生命 如果我發現我整個生命花了很多時間 在突突的悲傷 而沒有得到什麼學習 或是什麼經驗的累積 而只是悲傷的話呢 那我想我老了一定會後悔 所以 我也希望 我也希望 我的新年期希望就是 就是這個 對 我們要抓住生命中很多美好的事物 對 感傷是生命中很重要的經驗 它會完整你的人生 沒有錯 但是你一定要從裡面學到東西 不然聽到我一定會後悔 比方說 現在那個練大學的 你大概十年以後就會像我現在這樣 好 最後告解 好